现在这个我们有有高风险的十个国家都是非洲了 入境都要关到集中检疫所十四天 那地方首长现在很紧张了 都说要不要十四天十四天十四天 老师怎么看 我今天在脸书上贴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全球对Omicron的过度反应 我的内容是我的意见是跟拜登很接近 因为这个变异种 它有三十二根集蛋白变种 三十二根是很多 所以这个不是一下子变过来 我觉得它是在沙拉沙漠的七个非洲国家里头的 其中的一个的社区感染 就一直转啊一直转啊 非常的缠绵 那个政府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它变种了 那这个生物学上 这个病毒学上 就是说你变得越厉害 就是你的生存力越强 但是它生存力越强 它为了自己的活命 它不能让它的宿主 就是人啊 不能让它死掉 所以它的可能性 就是说它的毒性 会相对减轻 所以今天现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 的医院啊 他就说住院的病人增加了五倍 五倍多少呢 五百多个 其实不多 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 就是说确诊案啊 都是年轻人 而且呢 有89%没有打过疫苗 所以呢 特别是说 疫苗相对有效哦 为什么打过疫苗都没有病人进来呢 而且这些住院的病人 几乎没有重症 但是现在太早了 然后也许还要过一两个礼拜 我倾向认为 这个病传播的非常快 五倍 比Alpha快五倍 但是呢 它症状不重 而且它住院率不高 它死亡致死率也不高 所以呢 我觉得一般来讲 真的是有点过度反应 但是老陈 世界这么多专家 为什么怕成那样的 他们也不是没有经过 欧洲已经四波了 为什么对这波那么怕 他们这样讲 你听有没有道理 他是说 因为非洲什么 几乎都没打什么疫苗 尤其年轻人没有打疫苗 所以他们说 会不会将来 如果传到老人身上 又发生变异 因为年轻人是没有重症 不多啦 那到了老 会不会变重症 他们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 第二个呢 就是会不会呢 将来又变种 有种可能吗 不 我认为如果 它不是因为年轻人 症状才轻 是这个病毒 因为经过这么严重的变异 它本身的毒性 virus 降低 下降了 所以这个病毒毒性下降的新病毒 甚至回到老人 他的症状也不会严重 但是呢 我是不太赞成 现在我们的防疫中心说 已经决定 大家都要打第三剂 我觉得先把第二剂 打完打满才重要 他打第三剂 一定是第二剂要打满 不过他有可能第二剂打 先打第三剂 第二剂还没打满 也有这种可能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